少數的車友在現場大家已經轉速了 我知道這是一群年輕人 有很多本事私訊給我你們的車號 我想像跟你們說 年輕人做事情啊 真的要好好的考慮後果 我今天選擇原諒你們 好 希望以後所有的年輕人 也是可而止 換一套嗎 我也好想要喔 這一位是 1482 1482有沒有在現場了 有啊 恭喜你 1482 大家好 我是廖老大 首先感謝這次參加 4月23號車劇的所有粉絲跟朋友 這次的車劇算是很完美的 結束 然後唯一 美中不足的就是有少數的車友在現場拉引擎轉速 我知道這是一群年輕人 有很多本事私訊給我你們的車號 我想像跟你們說 年輕人做事情啊 真的要好好的考慮後果 我有幾個處理的方法 第一個 轉交給環保局 對你們做開發 提出驗車的要求 第二個 轉交給當地的警察局 對你們直接開單 第三個 公告你們的車號 讓所有的粉絲對你們做肉搜 你們要記住現在的網路世界 是非常可怕的 我今天選擇的第四點 原諒你們 希望以後所有的年輕人 能適可而止 做這件事情之前 自己好好想清楚 原本啊是一場 慈善的車劇 然後就因為幾個人 在當地拉引擎轉速 然後造成媒體 關注這件事情 認為我廖老大所辦的粉絲聚會 我沒有辦法控管所有粉絲的行為 另外有人說 我廖老大今天做成績是為了GDR來的 我想大家可能都誤會 我今天做的成績是為了對岸 跟他一較高低 我今天做成績 我一直說過 是因為對岸的一句話 台灣沒有快車 GDR的群組的朋友 可能認為說 因為我今天廖老大的成績 打破了就是GDR的成績 沒有錯 對岸的張家綺 8.62秒開始是GDR 我們台灣的新歌 8.62秒開的是GDR 但是我想要再確定的說一次 我今天要做的是成績 我今天要做的是 我要證明台灣有快車 而不是證明奧迪比GDR還快 希望大家不要把它誤解為 我廖老大對GDR群組 有任何不開心 或有任何歧視的地方 好 希望所有GDR的車友們 能夠體諒我的想法去做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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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